大家好 21点50分啊 这有中国的超级鹰派学者啊 现在他们说中国要打仗啊 这是他们开了一个研讨会啊 研讨会看不太清楚啊 这个说中国未来要打的六场战争 六场战争 估计一场战争就亡党亡国了哈 说第一场战争统一台湾 时间在2020至2025 这都过了快两年了啊 快作废了啊 快折旧了啊 这个第二场战争收复南海诸岛 2025至2030 第三场战争收复藏南 2035至2040 第四场战争收复钓鱼岛和琉球 2040至2045 第五场统一外蒙古啊 这个2045至2050 第六场战争收复俄战领土 2055至2060啊 据现在还有39年啊 打六场战争啊 哎呀 我估计你刚要打台湾是吧 美国就不干 日本也不干 是吧 韩国可能也不干啊 然后英国 德国 法国 澳大利亚 新西兰 是吧 印度都不干 没等你打完这六场战争呢 中国这国家可能都不存在了 分崩离系了啊 是吧 你要打南海诸岛 越南 马来西亚 菲律宾 印尼 文莱啊 人家是一回事 人家都是东盟国家 是吧 收复藏南 阿鲁纳 恰尔邦 也不那么容易吧 对吧 印度 现在俄罗斯 美国 跟印度关系都挺好 印度本身也是核大国啊 常备军的人数也不少 日 这个 不是日本啊 这个印度的山地战的这个经验也挺丰富的 还有专门的山地作战的 呃 师啊 山地师 还有收复钓鱼岛和琉球啊 钓鱼岛算是中日有争议 琉球从来也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虽然二战快结束的时候 好像是开罗吧 中美英 罗斯福 蒋中正 专吉尔 罗斯福说把这个冲绳把刘球给你们吧 蒋介石还犯怂了 还不敢要 是吧 还要统一外蒙古 外蒙古 外蒙古还想统一内蒙古呢 对吧 还要搞三蒙合一呢 第六场收复俄战领土 中国敢吗 会吗 是吧 俄国人反正俄国的这个核武器还是世界上第二吧 是吧 数量第一啊 这个威力啊 这个命中的精度 突防能力可能世界第二 中国你能跟俄国打核战争吗 是吧 中国人不见了俄国人就怂吗 一直哈着人家 是吧 不太可能吧 不太可能啊 就当过笑话听吧 是吧 反正我这节目也是砍 大杂会 什么都聊啊